1879年3月的一天 几个伦敦的渔夫在一条河里 捞出一个大箱子 有位捡到宝的渔夫迫不及待地打开箱子一看 里面却是一堆主熟的尸块 吓得几个渔夫赶紧报警 很快这起案件成了报纸的头条 当一个叫做罗伯特的人看到报纸后 他感到非常害怕 因为那个箱子是他亲手运到河边的 但是他却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于是他把这件事告诉了警察 罗伯特说他和父亲原本打算买房 很快他们看中了位于郊贴的一套房子 房子的主人叫做朱丽叶 是个寡妇 奇怪的是 第二天朱丽叶让罗伯特帮他把一个大箱子搬出去 当他们路过一条河边时 朱丽叶给了罗伯特一点钱 让罗伯特去买点吃的 等罗伯特再回来时 那个大箱子却不见了 罗伯特看到报纸后 怀疑河边撞着主熟尸块的大箱子 就是朱丽叶家的 于是他告诉了警方 随后警方经过调查 发现这套房子真正的主人朱丽叶 其实已经死了 被人碎尸煮熟后放进大箱子里 而那个自称是朱丽叶的人 其实是他的女仆 于是警方逮捕了女仆 很快他就交代了案件的真相 在伦敦郊区的一栋老房子里 住着一个寡妇叫做朱丽叶 她的脾气很不好 很难伺候 所以他家的女仆 往往干不了几个月 就会辞职离开 随着时间的流逝 朱丽叶慢慢变老 自己又无儿无女 渐渐的他越来越需要人照顾 但是他在当地是出了名的男士后 已经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女仆了 直到有一天 他的好朋友给他推荐了一个 叫做凯特的女仆 朱丽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没想到 这个决定却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虽然朱丽叶是一个 很不好相处的主人 但女仆凯特也是个狠角色 因为家里穷 凯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 就开始靠偷东西来维持生活 进井茶区就像回家一样平凡 长大后他开始打工 但也只能找到女仆的工作 在做女仆期间 他手脚还是不干净 经常偷主人家的东西 所以每次干不了多久 就会被主人赶出去 甚至被送进监狱 出狱后 他还是继续做女仆 连续换了好几个雇主后 最终他来到寡妇朱丽叶家 一开始凯特有所收敛 暂时没有偷东西 但是让朱丽叶无法忍受的是 他发现凯特非常难散 家里的卫生搞得非常差 衣服也洗不干净 甚至还偷偷跑去酒吧 兼职做舞女 每次都喝得醉醺醺的回家 于是朱丽叶和凯特大吵了一架 还让凯特滚蛋 凯特一怒之下 提着一把斧头 劈死了主人朱丽叶 之后他将尸体肢解 然后放进锅里烹煮 他还把一部分肥肉 当成牛肉卖掉 因为朱丽叶是个无依无靠的寡妇 所以他死后 凯特就穿上朱丽叶的衣服 假装成朱丽叶过上了贵妇的生活 直到河中的大箱子被渔夫打捞上来 他的罪行才被公之于众 最终在1879年7月29日 凯特被执行死刑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